歡迎收看 新聞大審判 我是蕭童文 我是窘忠 最近兩岸名人的外遇事件 接二連三 在台灣是商界高層 在對岸則都是演藝圈 響當當的人物 那麼其中又以電影 人在窘途走紅的王寶強 他從半個多月之前 自爆老婆出軌自己的經紀人 最近的電影 這件事情最精彩 因為到現在為止 幾乎天天都有新消息 而且內容從財產 被偷偷移轉掏空 甚至還傳出可能有謀殺事件 簡直比八點檔的鄉土居 還要精彩 通常在外遇事件 可能牽涉到法律問題 包括妨礙家庭 或是互相指責的時候的 妨礙名譽 甚至在這個案子裡面 也有所謂財產分配的問題 但是我們看到 王寶強的案子裡面 還包括所謂的謀殺 包括所謂的移轉 非法移轉財產 那麼是非常的精彩 也涉及其他的法律責任 尤其是如果有其他的家人 岳父母參與其中的話 就會變得更複雜 好 剛剛看到的是 好幾起的這種外遇事件裡面 都有殺 謀殺 這樣的事件牽涉其中 不過最近有另外一件 更是殺身震天的新聞 就是菲律賓總統杜特蒂 他的鐵腕掃毒 甚至還派出了女性暗殺部隊 來伸進 貼近毒箱 來進行擊殺 當然這樣的做法也引發了爭議 不過杜特蒂他直接嗆聲說 毒販算是人嗎 而且他不是只有對本國人 對外國人也一樣 最近就又有四個台灣毒犯 因為在年初的時候有三個 所以總共已經有七個 現在是在菲律賓被判死刑 製毒跟販毒這件事 是萬國公罪 大家都非常的反感 也希望用重刑來遏止他 但是如果是犯人 他還是依照正當法律程序 應該去審理 應該去判決 所以菲律賓總統 這樣的一個以暴制暴的手法 也引發了討論 那麼到底這樣的手法能不能夠 除了短暫的效果之外 能不能解決問題 也值得我們觀察 好 所以今天我們都要來討論 可能也要問一下大家 贊不贊成上這樣子的 一個以暴制暴的手法 不過先來介紹 我們今天的新聞陪審談 首先來介紹的是 資深媒體人康仁俊 陳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彭華乾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羅友志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還有真信達人譚奎華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仁俊來跟我們仔細的 從頭說分明 對 事實上王寶強跟馬榮的婚姻 過去曾經大家都以為是 神仙眷侶你知道 沒有想到這個王寶強自己在微博 一封這個發文之後 所有人突然覺得說 原來神仙眷侶的背後 居然有這個所謂 我講出來 比這個玫瑰同靈眼 還有恐怖的劇情你知道嗎 而且王寶強他走紅 就是人在窘途 現在真是窘到不得了 對台灣的觀眾來講 人在窘途裡面那個王寶強 傻大哥那個樣子 然後好像不經意的 做些什麼蠢事 可是你會發現 他好像其實展現出 很多很多的人生哲理 事實上王寶強 他才六歲的時候 他以前不叫王寶強 他叫做王永強 王永強 對 六歲的時候開始習武 八歲的時候 父親送他到松山少林寺 當俗家弟子 然後到14歲的時候才回來 結果後來他入演藝圈之後 事實上他演了滿多的 影視的作品 也被大家所思到 2009年的時候 事實上那一年對他來講 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年 為什麼 因為他認識了馬榮 結果兩個人一見傾心 馬榮當時在西北大學 被稱之為校花你知道嗎 結果兩個人在2010年的時候 馬榮就嫁給了王寶強 然後後來婚後生了兩個小孩 馬榮那時候還到美國去生子 大家就說 你真的是神仙眷女好棒 王寶強影視什麼的 大家都覺得他演得很好 未來還有機會再演更多的好戲 結果沒有想到 在今年8月14號的時候 王寶強自己突然在他的微博上面 PO了一段文章 他說我要跟馬榮解除婚姻關係 同時我的經紀人叫做宋哲 不好意思 我也不想讓你當我的經紀人 很多人都覺得說你幹嘛 發生什麼事 怎麼經紀人老婆都不要 他裡面有一句話說 原來他發現到宋哲跟馬榮之間 有不正當的關係 這個一出來之後 非常非常的驚爆你知道嗎 後來整個的事件大吵之後 甚至傳出來講說 王寶強他自己這個 有六個銀行的帳戶 帳戶裡面的存款 都被馬榮給移轉掉了 而且聽說他很疼不 就是很疼馬榮 所以婚後之後 不管是他所贈送買的 首飾高價的珠寶 還有房子 車子 好像都在他的底下 如果連銀行的存款 都被移轉的話 王寶強現在可能沒什麼東西了 對外界來講都覺得說 王寶強你以前很疼馬榮 就像你講的 我說真的 大家怎麼會知道 他買那些東西給老婆 一定就是媒體有報導 結果現在都講說 他自己拍電影賺很多錢 結果六個銀行帳戶裡面 現在只剩下十幾萬的人民幣 所以他也就提告你知道嗎 這一提告下去之後 我跟你講 馬榮也反擊了 馬榮也上去告 他說你妨害我名譽 你要把就把證據給拿出來 結果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 就扯出了宋哲的妻子 宋哲的妻子叫做楊慧 結果媒體也說楊慧也厲害 他發現到宋哲原來真的跟馬榮 有怪怪的關係 是因為他發現到了 裡面有一些簡訊或什麼 甚至媒體一度講說 我們這個我跟你講 楊慧手上抓有他一百多次 馬榮跟宋哲開房間的證據 結果後來楊慧 自己上這個法院的時候 他說其實我根本沒有 媒體上面講的那些東西 我確實有掌握一些證據 可是我根本沒時間 一條一條去抓 好 這個事情 鬧上新聞版面之後 我跟你講 這個少林寺真的有情有義 為什麼會扯出少林寺 就是因為剛剛 沒錯 因為他8歲的時候 以前有在少林寺習武 現在少林寺方丈都跑出來了 對 事實上 你可以從這個照片 你可以看得出來 但當時的那個王寶牆 其實看起來滿青澀的這樣 可是少林寺的方丈勢永信 他也跳出來你知道 而且真的是有情有意到幾點 他寫什麼 遇上困難 別忘了你還有少林寺 經濟上若有極用 告訴我我讓師兄弟挺著 少林寺很有錢就對了 不是 這講我正要對少林寺 深深一舉 我真的太讓人欽佩了 沒有 第一個讓大家覺得說 王寶牆好像真的很慘 錢通通被逃功 第二個原來少林寺這麼有錢 隨時都可以來支援 而且他很多師兄弟都跳出來 甚至因為這個簡訊 也是他的師兄 直接把這個簡訊拿給大家看 就講說其實我們少林寺 全部都請你王寶牆 結果這一出來之後 網友真的很可愛 你知道 網友就開始酷手了 因為連方丈都講話 網友 請你看這一句話 非常有名 得罪方丈還想走 沒那麼容易 沒錯 方丈要派出18同仁了嗎 還有什麼 寶牆累了就來少林寺 調息少林寺弟子們 天下通通都是你的後盾 少林寺出面了 武當 鵝眉 華山 昆仑 昆桐 還不跟上嗎 感覺上天龍八部要出現了 是 八大派齊聚光明頂的概念 全部都出來了 現在的問題就回到了這個 就說好 很多人就質疑講說 馬榮跟所謂宋哲之間的 不正當的關係 難道過去都沒有先兆嗎 我跟你講鍵盤王友很厲害 他們就發現到 其實這個王寶牆 在2013年跟2015年的時候 曾經出過兩次的車禍 可是在2013年那一次車禍 讓人家覺得有點怪怪 因為那時候4月29號那一天 事實上他前一天 是王寶牆的生日 結果隔天他收工的時候 居然在路上就發生了車禍 王寶牆第一時間在 他自己的微博上面有寫說 還好我坐得位 我沒有睡著 所以我看到撞擊的時候 我又趕快換位置 所以我沒出什麼大事 但問題是理論上來講 第一時間你如果出事 你的同事最親近的 就是你的老婆 沒想到他的老婆馬榮 居然沒有任何的回應 一直到30號晚上8點的時候 才發文說剛剛才有網路 嚇死我了你 什麼意思 那表示那20個小時的時間 他完完全全沒有跟王寶牆聯繫 網友再回來一查的時候 發現不對 像王寶牆當時出了車禍 另外一個要擔心的 應該是他的經紀人 經紀人也沒講話 也是到了很久 隔了一段時間之後 才發出聲明 大家都會覺得很奇怪 你這個馬榮那個時候沒有消息 宋哲也沒有消息 你們兩個那個時候是不是在一起 結果大家就在關心的過程當中 王寶牆9月1號發出微博的 另外一條最新的聲明 你知道 我講說他真的有哲理 你知道他怎麼說嗎 他說今天的事 明天就是小事 今年的事 明年就是故事 今生的事 來生就是傳說 他說我要走出來 我要重新站起來 我要好好照顧他的小孩子 從頭再來過 但問題是他們兩個 兩個家庭 兩個對夫妻所演的這場大戲 到現在還是不說明 所有人還是非常關心 所以你看到這一齣 為什麼說他比八點檔還精采 有離婚 有外遇 有小王 小王還是結婚的 另外小王的老婆也出來抓 還有謀殺 還有分產問題 是不是已經可以演一齣八點檔了 沒錯 但是大家看到覺得說 可能名人的生活才這麼的精采 可是有一個案子 他做了人生共憤的事 好像法官還輕判 劉志幫我們說明一下 對 這個案子法官還判他 無期徒刑 有教化的可能 有教化的可能 前面的故事 已經讓我們覺得不可思議了 這個案子就是發生在戲子 那時候95年 他叫張賀玲 這案子太有名了 因為太誇張 誇張到你不可能發生 在你的親朋好友裡面 他是愛上了他 這個就是張賀玲 他愛上了他的隔壁的鄰居的老婆 他的朋友的老婆 然後兩個就在一起 在一起又到外面去租房子 然後所以他老婆一定知道 他老婆就很不高興 就要他給個交代 然後跑到這個 他外遇小三的老公 去跟他講 你老婆現在跟我老公在一起 你自己要怎麼辦 你再想辦法 最近弄得他小三很不高興 小三就告訴他 我們就只好把你老婆解決掉 這是什麼結論 對 這現在是怎麼回事 解決掉我們才可以在一起 這是八點檔看太多了 這個男的 已經喪心病狂 有時候愛到一個地步的時候 你就不曉得他腦袋在想什麼 還真的兩個就開始計劃 他們計劃什麼 買影迷 然後用 前面還用那個小動物去做實驗 然後還自己去調配劑量 然後準備要動手 可是他動手的時候 他自己還懷疑 那個小三子就嗆他 他說 沒關係 你不動手就分手 因為我覺得斯洛根還不錯 不動手就分手 就跟有事早有志一樣 他有行過期 他自己打廣告 你的通告費要死這敗 動算 一定要動算 然後他用這樣子激他以後 他就一定要下手了 後來他就跑到 他趁他老婆跟兩個女兒在睡覺 從15樓 從15樓那邊 用那個軍神攀下來 攀到他的房子裡面掉進去 不自成說沒有人闖進門 應該是裡面發生的事情 然後從窗戶進去 用以民先把他老婆悶掉 然後悶到然後窒息死掉 然後結果他那個大女兒 一起來看看 幹嘛回去再睡覺 他想說 我是不是被我女兒看到了 他連他的12歲女兒一起做掉 真的是喪心病狂 這真的是喪心病狂 我想這也就算了 他有兩個女兒 第二個女兒他只是 因為他們睡上下瀑 大女兒睡上瀑 小女兒睡下瀑 小女兒只是翻個身而已 就是翻個身 這樣 他也知道 第二個女兒一起做掉 天啊 殺了太太 就殺三個女兒 再殺兩個女兒 為了就是這個小三 為了這個小三 而且我跟你講 全程他從攀繩下來 一路就是用手機直播 就是打電話給他 然後一直告訴他 我現在下來了 我現在已經拿我的毛巾 悶著我老婆了 沒氣了 沒氣了 你看 然後這個 你看我女兒 我身邊讓他一起殺掉好了 全程都告訴這個小三 那個時候還沒有像我們現在 有這個通訊直接視訊 所以他是用打電話 用聲音的方式 如果發生在現在的話 他可能就直接影音直播給他看 這是可惡 這種人還不判死刑 這種人家一出來 他馬上跑到大陸去躲起來 他佈置 他又把家裡面的瓦斯打開 就露出來 好像液氧化碳 中毒 可能是輕生 可能是意外 不知道 後來是因為他 這個老婆不甘心 託夢給他媽媽 他剛剛說 我不是死於意外 是這個人 我老公把我縮掉的 後來檢察官才回去驗他的屍體 才發現他那個液氧化碳中毒 照理說乙迷 不會有這種鼻子被人家凹 就是你人如果最後死之前 被他鼻子這樣硬壓下來 就會有瘀血跟摺痕 法官 法醫就看到 怎麼會有這種東西 而且他才發現 他往裡面去碳 不是液氧化碳 是乙迷 乙迷這種東西就很 不可能家裡面沒事 自己拿乙迷來吸 所以他才去調查 他把他老公破案 後來把他判 前面四個來判死刑 是到最後 我們都不知道奇怪 哪一個法院的法官 高院的法官 因為他在監獄裡面 有叫化的可能 而且我問他的時候 他說我在沙特山 兩個女兒的時候 我沒有印象了 我忘了 我那時候應該已經心神喪失了 我不是故意的 法官說你不是故意的 應該是 應該是還有叫化的可能 應該把你長期拘禁 你人就會變好了 所以可以判無期徒刑 這太誇張 為什麼會有這種 這是什麼法律 而且他如果說他精神喪失 或是沒有意思的話 他應該有做精神鑑定 不是嗎 其實應該這樣講 到底有沒有叫化可能 誰來去追蹤這件事情 難怪會有一些法官 會被罵恐龍法官 所以我們都覺得 我們的節目常常在說 法官工作非常辛苦 但確實有一些是讓人覺得 不可思議的判例 就像這樣的東西 可是我們剛剛聽到 整個事情人神共憤 但是還有很多很多 類似這樣的案例都發生 對不對 華蓋 這個案子發生在西門町 它就是台灣版的恐怖蠟像館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其實這個兇嫌叫王文明 王文明他就專門做 人體蠟像的 就是模特兒 模特兒 在那個年代 50年前 其實你在馬路上 要是有看到櫥窗裡面 擺模特兒 然後女孩子穿著漂亮的衣服 掛在上面的話 賞心悅目 她是專門做這個生意的 所以說她的店叫做七彩藝院 名字取得非常好聽 但是因為當時她的生意非常好 幾乎在台北市 可能是獨門生意 所以說她需要很大量的學徒 跟什麼 跟就業務擴展 所以那個時候 她老婆叫許娟 有一天她突然發現 就有一個 17歲不到的誠信學徒 跟她老婆在旁邊 起起初初 你們兩個起起初初幹什麼 她就懷疑了 懷疑 然後同時發現 那時候還沒有收音居 不是那種ㄉㄧㄧㄥ就可以彈出來的 是抽屜 就是放錢的地方 少2000 這個東西王文敏最敏感的 少100他都知道 少幾塊錢他都知道 少2000 你們兩個一定有染 但是他竟然 王文敏他的個性很孤僻 他不由分說 他就分別 當這兩個人就是大家下班之後 當他自己的老婆跟這個學徒 不注意的時候 分別把他們兩個給樂閉了 你知道這個要是觸海生波的話 他這個殺人的意願有多強 就把這兩個人都分別熱死之後 然後馬上幹嘛 馬上就離開這個店 打烊關門 不營業了逃亡 就把店給丟了嗎 怎麼可能 他不是還在做生意 他竟然殺了人 他這樣就把店就不要了是嗎 好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絕對不會相信 他為什麼會這樣做 因為他馬上帶著他的小三 他的小三就是他小學同學 叫劉王 劉王這個女生其實就是說 滿清秀的 但是已經生了五個小孩了 已經生了五個小孩 他自己可以外遇 但是老婆不可以給人家曖昧 老婆不能背叛他 背叛他的話 他就起了殺意這樣子 很多男人都這樣 都不知道為什麼 這是什麼心態 他離奇的地方在哪裡 就這個案子最離奇的地方就是說 因為這個時候案子發生了之後 警方到現場 你看 人去樓空 但是又找不到任何證據跡象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也找不到遺體嗎 都找不到 突然有一天 有一個人叫江金庚的跑來了 他說我是 王文敏就是這個兇嫌 媚婿的弟弟就是我 我要叫他大哥 我今天來投案自首了 我幫我哥哥殺了人 他說殺了誰 他說殺了他的老婆跟他的 小王 小王 對 他說那個老刑警在旁邊 就在講 你不要亂講 他說不相信 我帶你去看 去哪裡看 好不容易把他的鐵門打開 進到七彩醫院的 還不是一樓 到地下室的地板 然後那個刑警到處找 沒有東西 沒有 你說私底藏在這邊 用腳 他用下他的腳 蹬了那個地上 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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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江金庚說 就在你的腳下 趕快跳開 他說原來就在我的腳下 結果動用好幾十個工人 圓敲十字鎬 他們一抹開就知道 這個新掩埋的 是用水泥 就是說 什麼意思 他把他們做成地板的意思嗎 對 就等於是 孔孤嶺 孔孤嶺把它整個挖開之後 你才知道 那是新掩蓋的 不到半尺你就發現了一個 替平頭的女子出土了 她是誰 她就是王文敏的老婆 許娟 然後不久之後 還看到有個更瘦小的 是個男的 原來就是這個誠信學徒 兩個都拉出來了 所以你就曉得說 原來這個案子就是台灣 最早的蠟像館殺人案 這是在美國流傳的一個笑話 他說 美國人說 如果今天殺人不犯法的話 我第一個想殺的是誰 不是律師 我送一口氣 第一個是岳母 美國男人說 如果我能殺人不犯法的話 我第一個要殺的是岳母 好 剛剛聽到一些外遇的消息 外遇有時候可能會懷孕 會生小孩 小孩要認主歸中怎麼辦 要驗DNA 驗了是好還是不好 我們看一下 各位培選團 用一杯水假裝是打翻了 而且藉機趕快取得DNA檢體 這樣的疊對疊戲碼 竟然就發生在孤家 而且這個是讓前海集會董事長 孤政府臨終前 還掛念了私生女風波 就怕毀了一生的親喻 這是50年前 當年47歲孤政府 在原山飯店的國際宴會廳 認識23歲的鄧香妹 和她有過一段很短的婚外情 而當時兩人分手幾年之後 鄧香妹因為做生意失敗 1993年在兩岸開啟第一次 孤王會談的時候 鄧香妹就守在台泥外面要求見 當時孤老只跟家人說 她不記得有這件事情了 但是她長子孤祈允 為了讓父親專注兩岸事務 於是叫家成給她一些錢 沒想到鄧香妹食髓之味 說懷了龍腫 而且女兒叫張憶華已經27歲了 我們從這個五官來比對 都看起來就是很像 就是孤政府的親生女兒 於是孤家每個月就給母女 二十萬五千元的安家費 而且總共超過了一億元 還有兩棟房子 直到2004年 孤老病重 她唯恐沒了勒索對象 於是一次要求開口 一億兩千萬的封口費 孤家意見也分成兩派 要給還是不給 那麼最後孤老才是 繼續照顧母女 所以給了新台幣六千萬 那麼還開出了三張本票 直到孤老去世之後 孤家決定不再付款 讓最後的四千萬元支票跳票了 於是這件事情就爆開來了 鄧香妹母女控告孤家背信 而孤家反告勒索 成為這那幾年 全台茶餘飯後的超級話題 孤家子女要求驗DNA 但是鄧香妹母女爽約 有一次假借藥談財產的問題 趁張憶華喝水的時候 不小心打翻潑了一桌子的水 就趕快把紙杯收走去驗的DNA 那麼這下孤家心裡有底了 法庭上要求公開驗 那麼最後證實張憶華 不是孤政府所生 鄧香妹母女被以恐嚇取財 判刑五年定驗 而孤家還要追討回 所有這十多年的贈語 成了史上最烏龍的 私生女詐欺案 是的 除了麗英她所說的 這個除了孤家之外 請我再舉另外一個例子 王永慶四方自主的認阻歸宗案 即使沒有DNA認定 也能判定親子的關係 民國97年 王永慶在過世之後 羅永元三個姐弟為了證明 他們就是王永慶的親生骨肉 所以提起了民事 生父死後的認理訴訟 但是王家很主張 羅氏姐弟他即使是王永慶的骨肉 但是在母親嫁人的時候 就改姓羅拉 所以和王永慶的親子關係 他就終止了 所以王家他們是拒絕驗DNA 不過法官說了 即使沒有DNA 但是羅文元他的長相神韻 都和王永慶十分神似 更重要的是 王文陽他也不否認 羅文元他就是王永慶的兒子 而再根據王永慶他的秘書 這些證人的證詞 他也能證明 王永慶他曾經有扶養羅氏姐弟 不但一起吃過飯 照顧相 而且羅文元他可以 隨時的見到王永慶 父子往南紀30年 所以一二審判定羅氏姐弟勝訴了 一旦官司定驗 就代表他們有繼承權 當時根據外界的估計 羅文元三個姐弟 每個人可以分得遺產 將近10億元 所以官司的結果影響 是非常大的 所以雖想要認阻歸宗 沒有DNA鑑定 只要有充分的人證物證 法官他也能判定 講一個笑話 這是在美國流傳的一個笑話 他說 美國人說 如果今天殺人不犯法的話 我第一個想殺的是誰 不是律師 我鬆一口氣 第一個是岳母 美國男人說 如果我能殺人不犯法的話 我第一個要殺的是岳母 第二個才要殺律師 我自己覺得是為什麼 因為殺了岳母 可能還需要打官司 所以律師還要先留著 等全部結束之後律師 他殺了律師也要打官司 對 再找別的律師 反正律師很多 好 這當然是一個笑話 不過我們要來看是 最近剛好有一個網友上網 寫了他自己的親身經歷之後 很多人都覺得好同情他 為什麼 他就說他準備要結婚 結果準岳母開出了恐怖三條件 讓他真的不知該如何是好 第一個他要求他必須要拿出 他自己三分之二的存款 來當禮金 第二個他說 你過世父母留給你的房子 名字要不要把我女兒的 也寫上去 但貸款你要自己付 男網友說前面第一個 第二個 他都還能夠接受 但是第三個岳母說 生了孩子之後 教育方面要由他來負責 什麼意思 是不相信他有這樣的能力 可以撫養自己的孩子嗎 我們來看看 接下來網友有很多的反應 對 我們看到網友的反應 就包括說 提出這麼不合理的條件 那是這個岳母 她女兒根本嫁不出去了 所以她要養她一輩子 另外就認為說 這個是不是有物化女性的問題 自己是女性還貶低女性 真可悲 或許有些網友說 沒關係 反正我存款很少 像我大概就是這種 都給他沒有關係 戶頭只有1000塊 都拿走 都拿走 你要幫我養小孩也很好 接下來說質疑岳母說 你到底是在賣小孩 是不是論金賣 所以回到剛剛同文講就是說 有時候婚姻是兩個人之間的事 扯到了岳父岳母 婆婆 就會比較麻煩 但我們剛剛看到 前面跟錢有關的東西 我們常常說 越有實力的人就越謙虛 就像簡律師一樣 總是說自己是沒有實力的 但其實是有 我們又講到現場的來賓 有志應該是感受最為深刻 因為跟岳母之間 其實有對於孩子的教養 有過很多紛爭對不對 同文 我們是好朋友 我們的題目都是為來賓 聊生訂做 到底是怎麼回事 就是說真的是跟岳母之間 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糾紛在嗎 可是我覺得在座的男人 每個都結過婚 說實在 你剛剛講那個美國人 那個在談離婚過程裡面 第一個想殺岳母 我相信很多男人 一定會有感覺 但是你會對岳母的懼怕 其實是來自於這個家庭的重視 就是你為什麼會對 讓岳母予取予求 甚至是說你到最後不舒服 你還要忍耐 為什麼 就表示因為你愛這個老婆 甚至愛這個家庭 我覺得在這個過程裡面 是不是第三者 也許岳母 岳父 或者是公公 婆婆 這四個角色 都會認為說 你們兩個 應該由我們四個來照顧 我覺得在這個會議裡面 就大錯特錯 我覺得今天只是把岳母 這兩個字變成一個主角 公公有沒有可能做這個事 有可能 婆婆有沒有可能做這種事 有可能 我覺得反而 我覺得我建議這位網友 應該要悍然的拒絕 覺得說這個家庭 就是你們兩個的 絕對不能用別人來干涉 我覺得答應之後會沒有辦法 後患無窮 是嗎 當然 我必須講的是 這個網友他是 準岳母已經先開條件了 可是有一些可能 在結婚前並不知道 你的狀況呢 你結婚前知道說 岳母是比較強勢的嗎 不能有條件說 我個人是認為這樣比較 接下來你走起來會比較自然 我那時候知不知道 這些東西我不知道 我覺得是我自己 在這過程裡面 大家都在學習跟不成熟 我像童文很了解 因為我們兩方面 童文都是我們的朋友 在這過程裡面 我確實都沒有去問太多 因為我覺得 婚姻應該就是 彼此夫妻兩個人的事情 我的認知一直都是這樣 我不認為公公婆婆 岳父岳母這四個角色 應該在我房子裡面 我的家庭裡面 我的房子裡面 有任何的發語權 我是這樣子認為的 只是沒想到 我們不知道原來社會大眾 大部分的岳父岳母公公婆婆 都會對家庭去插手 這是我意外的 在這個意外過程裡面 我沒有做好心理準備 所以一旦這個東西 像真一樣大概吐一下 我就會覺得說 怎麼會這樣 不是 跟預期的不一樣 沒有 事情是我們的事情 怎麼會有一個針刺一下 那個針刺一下 那個針刺一下 其實我知道之前我那件事情 讓社會大眾很關注 但是我真的要講 不是只有岳母 包括我的家庭 原生家庭 我的父親 對整個我們家庭的干涉 都多到讓大家都喘不過氣來 不是說真的 如果真的像這個網友 所講的這樣子 如果你答應了結了婚之後 相信這個問題會不斷 所以你的建議是 自己親身敬禮建議他 這個條件不能答應 不是 我覺得 我送給公公婆婆 岳父岳母你們一句話 如果你希望你的女兒 兒子家庭婚姻好 你們就放手 如果你希望她早點離婚分手 甚至老公殺老婆 老婆殺老公 那你們盡量插手 不是 因為我常這樣講 我覺得還有一個東西 我想要再趁著節目講 我覺得台灣的法律 婚姻法 你們這些立委諸公 我告訴你 剛剛我跟彭華跟湯倫講的故事 這些被殺的人 你們全部都 每條人命都背在你們這些 立保元身上 婚姻法已經多少年沒有修了 我想從中比我更清楚 婚姻法你去調出這四三個字 然後去搜尋 每次修都是30年那種時間 你覺得要修哪個部分 為什麼我這麼講 你看剛剛講了那麼多的故事 包括直播殺七 還有那個什麼萬華 都是因為外遇 都因為什麼 我說實在 兩個人已經沒有辦法 在同一個屋簷下生活了 不要強迫在一起 何必強迫 所以要怎麼修嗎 人家在加州 因為我這一陣子的事情 我研究了很多各國的法律 我想總中一定比我更清楚 像加州有個婚姻分居法 就是我們兩個都不好了 一個人就可以說我要先分居 為什麼 人家不會認為說你怎麼樣 不是 是因為冷靜 法院認為說你只要不舒服你先走 你先走 那走的過程裡面你要負責任 該付錢的 該做什麼的 真的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你這幾年 譬如說兩年 一年要經過四次的婚姻諮商 兩年要八次 大家你跟你老婆見一次面 不高興 第一次60分 第二次要不要80分 再次90分 法院認為說你們還是可以在一起 所以你們在一起 台灣不是 台灣一定要有人犯錯 沒錯吧 我剛才講的 我覺得我都在真心業者以後也不需要 台灣離婚不容易 你要要抓到先 抓姦 一定要告訴他們 誰犯了錯 這個還好 犯了錯就是什麼 這種 沒命了 這誰一定要殺了誰 誰一定要把誰的頭顱宰了 誰把他的命根子 不是吐成他一個 也是跟著他幾十年 一個肉飯 一個老婆肉飯 因為他跟了好他好久 從以前一個少女 像蕭童文這種身材好漂亮的女孩子 結果為了跟他一起賣肉 那個刀子拿來這樣切切 切到手臂變好粗 然後變得好胖 結果他老公跑出去外遇 他也想要掙脫 可是不行 掙脫不了 處屁 夾廟都你看 這個故事還在我家的附近而已 每天都生活得這麼痛苦 他還是要生活45年 每天把自己弄那麼胖 看著老公去外面外遇 結果他最後受不了 有一天他老公帶著小三來 前面耀武揚威 他的結果是什麼 切肉那麼久了 我就切你 狂砍17刀 最後他把老公的命根子 把他斬掉 你最後一定要這樣子 台灣的法律你到底怎麼了 譚總你在處理的案子裡面 是不是有岳母介入的案子 應該這樣講 不是天底下的岳父母都不好 有一對台商夫妻 在大陸經商 基本上先生是協會會長 台商協會會長 然後也資助了很多錢 給他女婿在大陸開工廠 即使開得不好 還是一直驚援他 可是他的岳母發現說 應該說聽到一些風言風語 好像說他的女婿 因為他在不同省份 他的女婿好像有小三 OK 後來經過他私底下去了解 應該是有這麼回事 岳母去了解 反而不是老婆去了解 後來討論出一個結果 騙他女兒去大陸 然後把抓奸現場變成一個事實 我們先前做一個 在那個小區 他的樓上租了一間 然後他們交往的過程 他跟這個女兒一起 跟小孩出來的過程 全部拍得非常清楚 然後我們還配了一把鑰匙 他這個媽媽把他的女兒 騙到大陸去遊玩 說是要去玩 然後女兒是說 那要不要跟他先知會一生 他說沒關係 我們到時候給他一個驚喜 那個驚喜就是 半夜開門進去看到他 他女婿跟那個女的 光溜溜在床上 這個太太不是整個崩潰嗎 他當下差點沒昏倒 他說我們不是來玩的嗎 所以後來這個事件怎麼樣 就離婚了嗎 後來離婚 所有當時資助的錢 他的女婿要全部返還 電鍋裡面竟然發現了 岳父岳母的心臟 太可怕 這太可怕了 而且已經煮好 很多事件裡面有岳母 兩個自存在 但不見得是真的 是 假的 我們來看看 這個大亨 他被騙財騙婚16億 裡面也有岳母 可是岳母根本不存在 不是 應該是說岳母 她本身居然是個受害者 你知道嗎 怎麼說… 對 事實上這個影城 大人叫做吳承林 他早期是在一個土基層 當領台的經理 結果被經營者覺得說 我剛剛立馬一表人才 在土基層當經理 然後最後變成影城大分 對 結果因為他的經營者 他自己有投資很多的事業 就讓他跨足了影視產業 他後來甚至成為 決色影城公司的董事長 同時有決色影城之外 還有曾善美戲院 另外自己也有掛中影公司的 副董事長 有趣的是這一點 就是說他的哥哥 自己本身是在做建築師 建築師就認識很多大地主 或幹嘛的 有一天在2003年 2004年的時候 他的哥哥就跟他講說 吳承林 弟弟 我跟你講 我認識內湖有個大地主 那個大地主 他女兒剛剛才離婚 我覺得他不錯 你要不要跟他交往看看 他那個時候單身 那時候單身 結果吳承林也說OK 所以2004年的時候 他就開始跟這個女孩子 就地主的女兒交往 地主是個媽媽 跟這個女兒交往的時候 可是他在2005年的時候 認識一個空姐 這個事情他就沒有講 更麻煩的是他在2005年 跟那個空姐先結婚了 他幹嘛這樣 對 結了婚之後 我跟你講這個故事 真的是非常離奇你知道 他結了婚之後離婚 這些男人都有病 離婚之後他繼續跟這個女孩子 跟這個富家女交往 交往的過程之後他就開始 他說因為他交往 都以結婚為前提 在跟人家交往 所以他就看2005年4月的時候 他就跟他的這個準岳母 就岳母就出現了 所以說我跟你講 基隆有個安樂區 台肥麵粉場要標案 我要去標 我沒錢 不然你要載我一頓 結果這個地主一想說 你應該都是我準女婿 你有這個雄心壯志 好 我就拿2.2億出來 你知道後來警方查出來的時候 說他用4億500萬標到這個 這個案子是沒錯 但問題是他跟銀行貸了3億多 他還騙他 所以他實質上才拿出7千萬 對 存在國內是稍微的好 我跟你講 你去跟你的準岳母 有點擾口 準岳母 跟準岳母講說我要投資這個 準岳母是不是拿2.2億出來 你投資成功 你今天已經飆到了 理論上來講 股份準岳母要不要有一份 應該有對不對 不好意思 都沒有 就是那個名下完全沒有 名字完全沒有準岳母 跟他這個女兒的 好 結果2006年的時候 我剛剛不是講說他先跟這個空姐 先結婚再離婚 但重點是什麼你知道 雖然他結婚又離婚 但兩個人還有夫妻事實 也就是他們其實還有在一起 2006年的時候這個空姐 就是他的這個算前妻好了 前妻因為懷孕了之後 他又辦了結婚登記 所以這時候他就是正式 有這個婚姻關係的人 可是抱歉 他的那個地主的女兒 他還繼續跟人家交往 那繼續交往的 這些事情他們都被蒙在鼓裡 完全都不知道 好 結果2006年6月的時候 他又來了 他就說 我要拿中央電影公司的經營權 那時候還把弄得廢廢 弄得很大的新聞這樣 我沒有錢 結果準岳母就說 你要衝是不是 我在支柱你 結果就把那個量販天的土地 拿去貸款10億 又拿了10億出來支柱他 對 沒錯 而且你知道誇張的是什麼 後來他們去查的時候 才發現到說 他現在講說我要借錢要幹嘛的 說我要去投資這個投資那個 事實上錢都沒有拿 很多沒有拿去投資 反而去拿去經營自己的那個影城 就是影城公司的那個周轉用 他自己給你拿掉了你知道嗎 然後到07年6月的時候 他又講說 我們這個影城也要增資 所以他沒有小孩 又拿出了6000萬出來 好 那現在問題來了 因為事實上他有家庭的 這件事情只包不住火 所以陸陸續續有一些風聲 就傳到這個地主 就他準岳母的這個耳朵裡面 大家本來是聽一聽的 就覺得說應該是不會 哪有這麼陷阱的事情 可是越報越多 你知道有一天母女倆受不了 攤牌 攤牌的時候找到這個吳承寧 這一問之下 他說好 有啦 我結婚了 而且我有小孩了 我問一下 到這個時間都還是準岳母嗎 還是準岳母 都還不是岳母 都不是 也就是說他們從頭到尾 都沒有去結婚 因為他已經結婚 他沒有辦法再結 他如果去結婚 登記就從婚罪了 對 所以他根本沒有去登記 這個也太好了 都還沒結婚 就拿這麼多錢出來 對 結果08年的時候 他發現到說那攤牌好了 他說好 沒有來講 就一攤開的時候 好了 我都承認了 你講我都承認 準岳母當然不開心了 你今天講難聽 你騙我錢就算了 你連我女兒感情都騙了 結果他就說 我之前投資你的東西 你拿出來看 他拿不出任何的證明講說 你原先資助我的那些錢 我有買了什麼東西 投資了什麼 那是登記在你名下的 所以他的準岳母 一氣之下就報警 然後告上了法院 後來在2013年4月的時候 這個吳承寧就被判5年定業 錢有吐出來嗎 慢慢緩吧 對 所以剛剛講到說 有一些岳母 可能介入家庭太深 會造成夫妻的家庭失禍 但是也有這種岳母 她是個受害者 她跟她的女兒都是受害者 所以這個事情 真的讓人覺得看了 可惡 男人可惡 接下來這個事情 對不起 因為在場只有我一個女人 所以各位男性就知道 所以妳說可惡的時候 沒有人回話 對 不會 大家都默認 因為大家也不能怎麼樣 我要來問華乾 因為當然這個事件是岳母 這個準岳母她是受害者 可是其實在很多的家庭紛爭當中 前面我們看到一大堆殺來殺去 殺老公的 殺太太的 但是還有人是幹嘛 殺岳母 這件事情真的讓人覺得 非常的驚悚 華乾跟我們說一下 其實像這樣子 你說這個 你看這個吳承寧 對她岳母這麼壞 我們可以看到 以前早年有更泯滅人性的案子 為什麼呢 我們現在講就是非常經典的 河江街分屍案 河江街分屍案距離 現在正好30年前了 那個時候我才剛出道跑新聞 這案子我們永遠不會忘記 為什麼 因為這個嫌犯叫陳云暉 你知道他是怎麼樣 他是他的月葬 是一對莊姓夫婦 已經先先後後資助他多少錢 以當年的幣值計算 上千萬台幣 他的計畫多繩密嗎 他計畫到 因為其實他家裡面 就是說他的月葬 家裡面只剩下一個妖子 獨子 不是獨子就是說最小的兒子 還跟爸媽住在一起 有一天這個妖子 出去比較久一點 你知道嗎 這個陳云暉當女婿的人 他竟然跑到月葬家人去 幹嘛 把他們兩個用狼頭 用那個扳手直接敲婚 再用狼頭敲胸部 就是把他們兩個活活 我知道那個等於是怎樣 你真的會覺得說 對於自己的親人 能夠下得了這種毒手 還不只這樣 他把他分成了32塊 兩個人分成了32塊 可是他搬不動 然後這個小兒子 馬上就要回來了 暫時先把他放到那個房間 就是他月葬 月母的房間裡面去 先放好 因為他必須先做一件事情 他在分屍過程中 這個浴室到處都是血跡 他要趕快處理 要趕快清理 結果他清理到了一半 天都黑了你知道 天都黑了 匆匆離開 把門反鎖 不讓那個小兒子回來看 可是我跟你講 也不知道怎麼搞的 小兒子很晚回來的時候 也是自己進得了家門 他那個時候一聽到 小兒子回來 他自己也趕回來了 還坐在客廳裡面聊天 小兒子就說 爸爸媽媽呢 他說爸爸媽媽 可能出去了 結果小兒子就看 不對 我剛才去廁所的時候 為什麼那個毛巾 都已經發黃了你知道嗎 然後經過父母的房間 都已經有生鏽的那種味道 卻轉房門轉不開 小兒子就已經覺得 情況不對了你知道 就別的親友來的時候 死眼射叫他趕快報警 這個兇嫌他還能夠保持鎮定 跟這個小兒子談話 結果你知道嗎 警方來把這個陳雲輝 帶走的時候他說 其實是一個台獨分子 要殺了我爸媽了 我是回來 我是受害者 怎樣…講一大堆 他覺得這個人 已經喪心病狂 已經失去理智了 警察竟然在電鍋裡面 發現了一樣東西 因為陳雲輝太恨他自己的 岳父岳母了 電鍋裡面竟然發現 岳父岳母的心臟 太可怕 這太可怕了 而且已經煮好了 太可怕… 這個人他最後有被判死刑吧 有的 他後來 他後來真的是被判死刑伏法 但是其實最讓人感嘆的是 這個小孩子 也就是這個妖兒 他最後他的生活 就變成了非常的孤僻 郁郁寡歡 因為他實在經歷一個 太可怕的事情 在自己家裡面 而且看到這樣一個狀況 可是我們剛剛看到這麼多 其實很恐怖 婚姻本來應該是幸福 延續下一代 快樂的事情 可是最近還有另外一個 也是殺身震天的 是菲律賓 這個事件其實最近引發 非常多的討論 因為菲律賓的總統杜特地 鐵腕掃毒 他用的手法就是以暴制暴 其實應該是剛講到 菲律賓的總統他有鐵腕 但是被判死刑的其實在印尼 就是說亞加達的地方法院 他判了五個死刑 有四個是台灣人 那麼為什麼會這樣 他判的是一個運輸 因為可能有些台灣人 他覺得缺錢 有人告訴他說 你幫我帶一些東西 帶去這個很好賺 就沒想到帶的是所謂的冰毒 也就是甲基安非他命 那麼在東南亞 對於這樣的一個販毒 都是採比較嚴厲的手法 因為剛剛講到是發生在印尼 不過說真的 如果發生在菲律賓 我相信狀況也是一樣的 而且最後存活的機率可能更低 為什麼 因為現在菲律賓的總統杜特地 剛剛講到 他掃毒的鐵腕作風 非常恐怖 包括什麼 包括這個毒販 他抓不到 我可能抓不到 但沒關係 我派人去把你暗殺掉 這之前引發相當大的爭議 對 這個邏輯 事實上被引發爭議 就是說你自己是一個執法者 你本身有很多的公權力 你為什麼要用到所謂的私刑 甚至用所謂的非法爭議 來獲取爭議 他的狀況是這樣 就過去菲律賓的毒銷德 其實情形非常嚴重 但是現在菲律賓 居然出現另外一種新的行業 叫做暗殺的女殺手 這個女殺手更誇張的是 他居然是由警察去聘請他們說 我告訴你 那個地方有個毒販 你去偷偷摸摸把他給殺掉 結果這個媒體就訪問到 一個叫做瑪利亞的這個女孩子 他自己的先生本來是個殺手 結果有一天 人家來找他執行這個任務的時候 他先生跟他講我人不太舒服 人家還跟他講說 不然你有沒有推薦 可以別人可以推薦 他說不然叫我太太去好了 瑪利亞就因為這樣 而踏入了這個行業 對於毒販來講 就算他犯罪好了 他有沒有他的人權的存在 可是你知道杜德蒂拉說什麼嗎 他說我告訴你 現在全菲律賓 人家九成的民眾支持我這樣 甚至他講了一句更狠的話 是什麼你知道 他居然講說 我這個毒販是人嗎 你們這些質疑的人 對人的定義 你跟我講是什麼 當然他這個說法 會讓人家覺得說 對 因為你毒販 你販毒其實影響的層面 非常非常廣泛 可是你既然有法律 如果你在法律執行的狀況上 你應該去要求嚴格執法 你用法律來制裁他 對 你認為警察有貪毒 行政官員有貪毒或什麼 你應該去辦他們 但是你居然自己帶頭 這等於是用公家的資源 來動私刑 沒錯 那我就要問了 這種以暴制暴的做法 在場的陪審團 你們贊成還是反對 舉個牌吧 我們這一集總要有一個舉牌 居然都贊成 我們簡律師現在坐在 仁俊的位置上 麻煩你也舉一下牌 好 贊成反對都有 通常律師都會有 比較不同的見解 杜瑞迪說我根本不怕你 為什麼你知道 說當地毒銷如果 你敢跟IS合作的話 我保證比你們野蠻十倍 我覺得400多名毒販 在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毒販他 他們每天風聲鶴唳你知道 杜瑞迪說我根本不怕你 為什麼你知道 說當地毒銷如果 你敢跟IS合作的話 我保證比你們野蠻十倍 什麼意思 你敢做的 我通通都敢做 如果說你真的 IS進到我的菲律賓的國土 裡面來的話 我一定是用暴力來制裁你們 比你們還要野蠻十倍 不只這樣子 他也特別講了 他說到目前為止 我知道我的政府裡面 還有150個高級的法界 政界 軍界 這些人士 你們自己趕快想好 要用什麼方式來向我辭職 如果你們 那些人也是跟毒銷有勾結 這些人他都心知肚明 跟毒銷有來往 這些人就是暗地裡跟IS 通團取的人 他已經嗆了這些人 他現在還沒有抓這些人 如果 他說 如果你們這150多名高官 想要有動一點點腦筋的話 那我就會叫警察 往你們的頭上開槍 可是 劉律師你知道嗎 他不是嗆得這麼大聲 還點名了對不對 可是沒有過多久 竟然馬上就發生了 菲律賓南部的城市 馬拉圍發生什麼事情你知道嗎 發生了捷獄事件 為什麼 就是發生了一個捷獄事件 因為在監獄裡面有八個 也就是說明達那兒新人民軍的 這些犯人 就在杜特地嗆完了之後 第二天就被他們的同志 給劫走了 同時在劫走的時候 還有15名人犯 都是很重要的 也脫逃了 所以我們就看到杜特地 在用鐵碗來治理菲律賓的毒銷 跟毒販問題的時候 他也面臨了很大的挑戰 對 到底以暴制暴 以牙還牙是不是一個好的方式 我們知道恐怖組織他常常會 要挾一些人質來換取贖金 有知識幫我們分享一下 最近的案例 恐怖分子 我覺得像菲律賓 應該是大家比較不熟知 雖然離我們最近 不過大家應該比較知道 在菲律賓發生的那種事件 應該就是之前一個台商張安偉 被人家綁架那個案子 那時候台商張安偉被人家綁架 還是跟他的男朋友 因為本來以為是老公 許利民 後來才發現原來他們兩個 在台灣沒有結婚登記 只有在大陸結婚登記 所以在台灣他不算夫妻 所以我們報紙後來 才改成是老男朋友 結果在菲律賓南部那邊 去度假的時候去重商 結果被人家綁了 被人家綁了 那時候就一傳回來 有一說說贖金上益 有一說他哥哥自己又出來說 贖金其實只有幾萬塊美金 講的落差又很大 但是不管怎麼樣 還是先先營救人質 但是他的男朋友在第一時間 第二天就被槍決了 就被恐怖組織槍決了 恐怖組織叫做阿布薩耶夫 那個是還滿有名的一個恐怖 但是其實勢力沒有那麼強 那時候跳出來第一時間 來救的 竟然是我們前總統 馬英九的外甥 叫做于靖 好像以前在特種部隊服務過 對 他以前在特種部隊 後來他確實花了30幾天的時間 然後去把他後來救了出來這樣 後來在一個他自己的新書發表會 他突然就把這段故事講了出來 他說為什麼我要救他 就是因為我在十幾年前 大概因為那時候出書的時候 已經32歲了 大概七八年前 我還年輕的時候 曾經就被奉派到菲律賓 要去剿滅這個阿布薩耶夫這樣 就這個組織那時候100多個人 因為他是西點軍校畢業的 然後他那時候本來去韓國 然後又跑到這邊 他帶這個部隊1000個 他是覺得他沒有剿滅 他有責任 他沒有把他剿滅 他那時候失敗了 所以造成張安文被打架了 他覺得他有這個責任 應該去把他救出來 可是為什麼是一個民間去救 不是我們的政府去救 那遇到這個問題我們怎麼辦 很奇怪 我們政府到底有沒有這個兵力 不是我們還跟菲律賓槍嗎 好久以前敲發進來 我們就把他打掉 結果我們這個責任還要靠魚鏡去救 沒有啦 尖心也成功 大家看見